第四 基督徒可以启示吗 夫妻之言启示的诺言是可以吗 建议你去找我的YouTube 或者是我的短书的平台里 找到启示这个问题 再重新看一遍 上节课好像没听 已经解释了 竟然又问出这样的问题 就怀疑这种网络教学的质量 到底怎么样 课里面讲过了还问 没听懂 或者旷课了吗 不像是旷课 怎么改变基督徒 被这个世界吸引的心 怎么才能使基督徒 有力量回转到基督里 其实我们人 就是活在中间期 已然未然的状态 就我们的救恩已然未然 已经得救了 尚未完全得救 就这个救恩来说 神的国已经临到了 但是还尚未完全成就 所以我们就住在这种灰色地带里 善恶共存的 神的国都已经进入着这个世界 撒旦的势力仍然在 当然这个撒旦势力 已经在法利上 已经借着基督 已经完全摧毁了 但是他还活着 上帝还允许地做工 直到神的国完全成就的时候 这一切被 所有的邪恶的势力被清除 我们里面的毒素 外面的环境也被清洁 因此我们就处在这种 上帝出于他智慧 试炼 试验我们的阶段 如果把所有撒旦都灭掉 像前期显年论者认为的 把撒旦捆绑 封闭起来 不再试探我们 我们里面的私欲也被抽空了 不再想邪恶的意念 那地上就天堂了 我们就完全了 但问题那种完全 真的完全不 只不过是 单方面的 上帝把一切的毒素清理了 上帝没有选择的方法 上帝来采用的方法是什么 像以色列百姓进迦南地一样 一方面以色列百姓 没有完全顺从神 所以留下了他们 没有办法灭掉其族 另一方面上帝也是 借着他们的失败 留下其族好 试炼他们 让他们学习战士 免得他们如何如何 让他们成熟 今天上帝 按照他的智慧 救赎的计划 他留下了 我们里面腐败性 撒旦还在地上活着 世界里面充满了各种用户 只要我们里面旧的本性留着 撒旦在 这个世界在 好的也可能成为我们是他 所以什么意思呢 当我们在这样的过程当中 有什么好处呢 在基督要 基督教要义的第三卷里面 谈到圣徒的生活的时候 加尔文牧师提到了 这个悲失价 默想来世 否认自己 这样的基督徒生活的时候 谈到了为什么有苦难 为什么有不幸的婚姻 加尔文牧师就有非常深刻的动静 他说上帝将我们留下苦难 不温柔的妻子是 让我们免得过于沉迷这个世界 苦难患难试炼 一方面让我们学习谦卑 认识到我们里面的软弱 更多依靠神 另一方面让我们知道 这个今世没有什么可指望 让我们单单的仰望来世 然后另一方面让我们 看到自己软弱失败的时候 让我们更多依靠神 寻求神 求他里面的恩典 不至于只是专注于这个地上 所以这是非常有智慧的 根据圣经的洞见 当世界吸引我们的时候 证明我们对神的爱 还不够专注 当世界试炼我们爱神 爱自己这种自责 痛苦挣扎的时候 让我们承认自己的软弱的同时 更多的需要神的恩典 离开神的恩典 我们什么也做不了 让我们学习谦卑 全心依靠主 没有环境的试炼 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是 爱主爱到什么程度 你才发现我这么容易 我心容易离开我上帝 你就知道 主啊 你若不保守 我的心就是这样 不专注 像妓女一样 对不起姐妹 像这个娼妓一样 像不忠贞的 无论是男人女人 都有这个男的叫鸭子 女的叫性工作者 男人女人都一样 那种对爱的专注 是常常动摇的 所以我们需要谦卑 认识自己 不敢在神的面前骄傲 随便指着自己夸口 时时刻刻战精的 求主的怜悯 承认自己的软弱 看到自己的软弱 没有办法管理自己 需要求主给我力量 勒住我心中的药 肃持我心中的药 靠着圣灵 勤行祷告 求神 约束我 时时依靠主 离开主我就跌倒 离开主我就败坏 离开主 这个心中的杂草就长起来 离开主周边的这些 敌国就犯禁 就来制服我 这不就是以色列人的历史吗 顺从主的时候 上帝让他四季平安 贝利主的时候 他们上席就将 他们交在敌人的手中 让他们欺负他 神的满心要实时谦卑 依靠主 认识自己 认识上帝 更依靠上帝 这样的过程当中 学习谦卑 学习靠主 如果是活在真空里面 什么风也吹不着 我们也不知道 自己有多败坏 我们也不知道 我们多么需要主的恩典 对主的恩典的扶持 我们也体会不成 稍微做点好 就以为自己厉害了 觉得自己 你看我信得多好 岂不知那都是神的恩典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